Kiss of Steady License经验分享课 今天是2021年的5月26号 我们来讲解一下大陆考场一次考过写作 7分口语8.5分 怎么练习才可以不被压分 所以事实证明大陆考场一样可以出高分的 而且这个是我们去年底的时候 一个Mina同学考到一个成绩 她在大陆考场考到了听力8.5 阅读8 其他两项是吃喝8.5分 总分是8分 是在辽宁师范大学考的 然后她整个的复习的整个的一个经验分享 等会Mina同学会和她的coach 菲菲和我一起分享 我们决定给大家去分享这个经验 最主要一点就是说 她有三个高校复习的特点 就会和其他学生相比特别特别不一样 第一个就是她是在大陆考试 没有被压分 从来都没有被压分 就上完课一次就考过了 第二个就是呢 她是全职上班的 每天晚上回家之后只复习三个小时 而且她是上完课程之后 一次就过 然后第三个就是 她是三门同时提高一分的 我们见过可能 你们见过很多 我们有学生说 两个月考过的 或者三个月考过的学生的话 他也就是写作和口语都提高 但是这是我们见的唯一的一个学生 提高了这么多 听力是从7提高到了8.5分 写作是从6提高到了7分 口语是从7.5提高到了8.5分 而且每一项都提高了1到1.5分 然后我们也都会觉得比较震惊 所以就是我们专门采访了 Mina同学给我们今天做了一个特别特别具体的一个分享 我们会分享一下她的全职工作的时候 怎么样会利用起每天宝贵的三个小时的 比如说她说她每个天的周末的时候都要去休息一天 为什么一定要休息一天啊 比如说复习复习地点的选取是怎么样子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会展示一下 她一对一宝分课的这个folder 你会比较详细去了解一下 她整个复习的时间线是什么样 比如说她是几月几号报名的呀 然后到几月几号复习完了写作 复习完了口语的部分 复习完了写作和听力的部分 几月几号开始去看口语的 这样你就会知道说 用你现在的复习进度和她的复习进度去比较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还会去展示和讲解一下 她宝分课做过的所有的练习 比如说她写作呀 做什么样练习去练习语法的 做什么样的练习去练习的逻辑的 是怎么样去给她讲评的 你全部都可以看到 这样如果是你想是用七天免费课自学的同学的话 你也应该知道你自己应该去和一个小伙伴一起复习的时候 是怎么样互相批改作业的 我们还会让你去看一下她考前练的 会分享一下她考前练的两篇文章 都是6.5分 是怎么样去调整心态的 我觉得整体来看的话 Mina是我们见过的最淡定的一个学生 就是我们会发现越淡定的学生 整个复习的过程就会越轻松 你越慌张的 要其他人可能考前考了两个6.5 要我我都会有点慌 但是她一点都不慌 口语她只复习了一周 只用一周只练了part 2 关键的一点是什么 这个很重要 就是为什么她只练了part 2 来练part 2的时候关键的一点 哪一点只要做到了 就可以帮助她提高那么多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她会 会分享一下study body的一个小技巧 他的body还真的是个难的 就是不想做听写的时候 怎么样找到study body 坚持每天打卡做听写 你们知道听写是一个听力保你考八分的一个最最最重要一点 是怎么样去做的 而且你找什么样的body 为什么女的一定要和男的一起学习呢 你们想想这个问题啊 然后我们最后问你们一个YouTube留言的小问题 就是如果你也是全职复习的同学的话 本节课让你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然后我们现在来讲解一下 这个视频是怎么看啊 我们每次到了去采访我们一个已经考过的同学 不管是免费课还是付费课的同学说这则课都是访谈的形式会比较长 你直接点击YouTube下面这个index的重点直接看就可以了 我只要求你们看大概三到五分钟就可以了 咱没必要从头到尾都看啊 然后那么实在干嘛 就挑那个跟你相关的话题就可以了 考前必备知识就是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YouTube频道的话 到YouTube频道的首页上面一定要去看写作七分六个保分技能 因为我们等一会会在分享里面会讲到哪一个技能是最最最重要的 而且你还可以去下载那些保分的模板 我们所有的保分的方法全部都是从考官官方的范文里面去提取出来的 放心用啊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口语两周提一分 我们讲到这个万能的原因以及万能的故事 一定要到YouTube频道的首页去看一看 我们说了半天这个YouTube频道了 我们帮助你的方式总共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通过我们YouTube频道 每周会分享至少三节的免费课去分享 8777 8778以及四个七 这些保分的模板是怎么样去套用的最新考试的一些题目啊 还有我们最新的一些移民的政策 点击下面小铃铛去注册去subscribe一下 然后如果你觉得这节课对你有帮助的话 点击一下like就可以了 然后number two就是我们的七天的免费课程 现在已经进行了一个全新的一个更新 去分析最主要就是12个保分的逻辑链 怎么套在50个真题每一个题都给你答案了 因为我们现在daily lesson更新的会比较慢一点 就做的会比较精致一点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看七天的免费课 才会有全套这个方法 注册方式就在这个视频的下面 或者直接点kissilts.com就可以了 第三个就是我们一对一的保分课 以及一对一的一个体验课 我们现在有一个小时的体验课了 然后呢我们保分大概就是两个月的时间 从四个六可以到四门的八七七七 四个七八七七八以及总分期 然后一个月写作和口语七到八分 我们是要求所有同学看过七天免费课之后 才会考虑报名这个保分课的 好了你们现在就要带着这个小问题 如果你也是全职复习 本节课让你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或者说他的复习的全过程 跟你的复习的过程 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什么 你未来要怎么样去提高一点 因为我们做这个课的目的 就是想让你去改变你的行为 好现在就可以开视频了 Kissilts daily lesson经验分享课 然后今天我们来讲解一下这一类的一个雅思经验 大陆考到八七七八总分的八分 只用两个月的时间 每天三个小时 然后我们今天请来 我们是飞飞 Cos飞飞 哈喽 然后还有她的学生Mina 哈喽 然后Mina会跟我们分享一下她的复习经验 然后我们今天这则课主要讲 她的听力写作和口语的三门 同时提高一分 达到G类的八七七八 怎么样只用了两个月 每天复习了三个小时 而且她是你是全职工作什么 Mina 就是复习的时候 你也是全职工作的 然后听完这节课之后呢 你会有能力找到自己复习中的问题 如果是免费课的学生的话 知道去看哪一节 daily lesson 哪些练习可以帮到你 如果是保分课的学生的话 你可能会知道你复习过程之中的话 哪个技能是被你忽略掉了 或者说复习的重点是什么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前后的成绩 Mina你是2020年9月17号考的这个成绩 7 8.5 6和7.5 然后到12月19号的时候就考到了8.5 87 8.5 所以是每一门都提高 实际上 你阅读 你阅读降了0.5 但是写作是1分 口语是1分 然后听力是1分 然后我们先问你一些情况 就是你上课之前的一些情况 就你大概是什么时候你决定开始报名的一对一的课 OK 是这样 就是我刚开始报名这个课之前 其实我在YouTube上也跟你的一些其他的免费课和YouTube课看过 但是当时呢并没有就是 我现在回头看呢 就是我在看那些视频的过程当中呢 并没有100%完全理解这些东西 然后同时呢 我觉得虽然我觉得就是现在的7天免费课说句实话 和我那时候在90分之前 就是我大约是8月份做复习的时候 的免费课比较来讲就是进步了特别特别多 我在上课的过程当中还跟CV提到过 就是说我觉得现在的7天免费课真的能帮助大家 有一个很全面的就是在每一课上面的 尤其是写作上面的一个很好的理解 那么我报一对一呢 是因为我第一次就是考完了以后 我觉得哦有点底儿啊 可以差不多按照误课这个复习的方式 但是我对写作人家非常非常迷茫 尤其是就是说说其他课你也能看到 我还可以就是不是很差 我觉得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差不多能达到那个level 但是写作是完全非常不好的 然后听完7天免费课的时候呢 我的那时候的7天免费课和现在还有一点不太一样 我觉得那个方法非常好 但是我的地方不知道怎么用 对你那是旧版的就没讲怎么用 所以我就是觉得这个方法这么好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用 但是我都想快速的提高 我就开始咨询在微信上咨询你嘛 所以基本上很快就做了决定 就是不要浪费时间 然后那个压缩这个就是这个过程 因为毕竟我自己也工作 我不想把很多的时间浪费在research 怎么学习上 就是我既然对我就赶紧学就ok了 我自己想 所以认识的就是我还比较果断的就 考完第一次就报了一对一 所以你是考试之前 你也是跟YouTube学了 然后基本可以知道这个方法是有用的 对 我那个时候知道有用 但是我没有那么主信 但是我觉得 就是跟我对我有帮助的 因为我说一个就是 为什么我那个就是觉得它有用了很大 因为我其实之前是在英国上的master 然后在英国的master的时候 这已经是就是 暴露年龄是十年前了吧 差不多了 我们都特大了 对 那时候考雅思的时候 就觉得写作真的很难达到高分 而且在就是 那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网校嘛 大家都是跟什么信用方呀 就是各个城市的 来学习 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就是 老师教的方法 你怎么用都是个六 就是你真的是怎么用 所以说说我不相信那个方式是可以解决我的问题的 然后但是在现在呢 就是说说我在上咱们这个一对一课之前呢 我也有跟其他的网校做一些对比 然后听一下他们的免费课之类的 然后我觉得他们的就是写作的免费课 咱们说别的 其他的会有用的 但是写作的免费课 并没有多大的改善 在和十年 二十年 我都不知道 对对 所以我可能就是说说 不太适用于我 因为我不是要保救 我是要拿七 所以说说我觉得就不要浪费时间了 再加上我确实还看到了 知乎上面分享的一篇文章 哦那个小妹妹 我真的记不住叫什么名字了 但是他当时说的非常仔细也是 尤其是在做这一块 然后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所以还是推荐学生先看看七天免费课 就这个新版本的七天免费课 自己可以试一下 先考试一下 然后 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 就是说不是像我这么着急 我想有一个 自己就过掉这个事情 那么如果有半年的时期被考的话 我觉得七天免费课是够用的 我也觉得是 其实我们都觉得任何人都可以用免费课考过 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就是有的可能需要确实是你自己学 你时间长一点 但是如果你按那个方法去用 你eventually都可以考过的 你记得我们俩聊过这事 对心态特重要 大家有的时候就觉得 就会你用完了以后你不知道对不对 然后你考完了以后可能还没过 然后你心态自己崩了 然后这时候其实也是有一个反复的过程 然后也会可能挫败大家自己的心 然后就是这个方法就是又不坚持或怎么样 然后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国外 就生活多久 你的英语水平是什么 你的歧视水平 我的就是我在 我之前是在英国读的master 读完master之后 我就在英国一直工作 然后在英国工作大概有三年多吧 三四年这样子 然后后来呢就到了美国的这家公司 虽然我现在在国内 但基本上就是在疫情之前 是国内在和博州 我在博州两边飞这样的 那从工作上面来讲 确实每天都会使用英语 然后在我不管是英国的工作环境 还是美国工作环境 所有工作的同事都是外国人 所以在外国的时事 使用屏幕比较高一些 尤其在口语上面 然后但是写作意识是我的痛 我觉得 好多在美国的学生有这个特点 就是在美国好多学生是这样的 就是口语觉得还不错 然后就是写作卡住了 然后就是我非常那个就是理解 你比方说阅读 然后听力和包括就是口语 他想考你什么 就是他想去获取你什么样的能力 但是在写作上面 我就是一直都搞不太清楚 他想获取 就是他想他以什么去评判你 啊 评分标准 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菲菲第一开始就跟我很清楚的讲了 就是写作的评分标准 你们是Orientation讲的吗 评分标准 对 然后我记得你的你的那个什么课 我记得你的免费课好像也有 对我们有一节课讲评分标准的 我觉得大家可能觉得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事情 但是其实我那个课可以值得听三遍 你可以反复的听 嗯 我们可以把链接给他们放下来 嘿嘿 你可以 大家就可以知道 原来他真的是在考这个 我可能原来第一次听的时候 我对这个东西没有 我对他 我也听到他说是要考这个能力了 但是我没有领视到我自己身上 他到底在说什么 嗯 然后你之前考了几次 在上课前 就一次 就一次 就就就就试了一次 然后你觉得你你自己复习过程之中 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嗯 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重点和难点 对我来讲 写作最大是写作 就你不知道自己写对写错 对对 然后嗯 这是一个难点 再一个就是听力 我总感觉就是我很不稳定 其实我考试之前一直也在跟 会非常听力我非常非常不稳定 嗯 我觉得就是好就是好的时候 8.5也是他 差的时候7.57也是他 嗯 然后所以说 波动就就是我 甚至我自己做模拟题的时候 波动也有 有 就是一直到后期就大约是 考试以前 差不多两周吧 是不是 我记得飞飞 两周的时候开始 哎稳定了一点点 在7.5到8.5时间 就是不会有7的情况 嗯 我自己的情况跟你也是一样的 就是我也是写作 考模拟题的时候就有高有低 但是就是低了的话 就是你就 把那个错误的要分析清楚 你就不慌了吗 嗯 大部分人好像现在考这个都是听力和写作 都是这两门 最多是多加一门口语 有这种三门的 然后我们先 我记得我是把咪呢 你跟 我是不是把你跟那个 呃 啊 那个学生叫啥来着 那个方达放在一个 嗯 组里 哦对 你们俩现在听力都没有问题了 方达也快过了 知道吗 其实我们是三人组 然后会那个 我们俩会每天汇报一下 听力的成绩和 就是不太清楚的地方 哦 这个挺好 对对对 他跟我说 把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放一组 我发现特别有效果 哈哈哈哈 然后我们现在 好多都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一组 然后我们可以说一下 你整个上课复习的这一段 然后我们也是刚 我刚才跟飞飞看到这个 你是 呃21号开始上第一次课 然后你们是讲的听力和写作 然后到 12月19号的时候考过 然后这个之前我们上了一节orientation 你们orientation 你可以先讲一讲orientation 大概讲什么了 就是按照那个课程计划讲的 然后讲一些什么 在哪看课件 然后 我看我可以找到 对 可以简单看一下啊 orientation 你们讲了复习计划 然后再加复习 然后做了一个复习计划 然后讲了一个 嗯 哦 讲了怎么看课程 基本就是这样 做了一个复习计划 嗯 我看你复习计划 所以你们复习计划就决定在家考试了 就是在家复习 有一个复习地点 嗯 其实我想说一下大家看这个复习计划上面吧 嗯 那个三十三十两个小时这样的一个时间安排 嗯 其实是我从来都没有三小时过 我基本上每天就是两个小时 嗯 然后一直到考试前一周吧 因为我加上了口语 所以我才三个小时 我只有考试一周 我只要考试一周 就因为我一直都有点懒得练 然后我是有点惰性 然后所以我就 对 然后考试前一周我 我进行了口语 就是稍微集中一些的复习 就是加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嗯 嗯 我之后再跟你 你提口语的时候 我再跟你 可以 所以你周末是全天复习吗 周末复习的一天 没有 是周末休息一天 复习一天 休息一天 复习一天 你们这个计划还挺好 对 周末有一天是上课 然后另外一天 我会 对上课的那天 我就上完课了以后 我就再什么都不看了 然后第二天 我再按照这个正常的计划 再去做复习 这个计划和你自己平时复习的 自己没上课之前复习的一样吗 不一样 我之前复习的要比这个费劲 就是我第一个考试之前 其实我基本上 我复习的时间要比这个再短一点 没有满两个月 但是每天基本上是三个小时左右 三个小时 是要比 对 每天都学什么 你有印象吗 大概你每天计划 你自己也会有计划吗 每天学几门 每门学几个小时 有 有 就是当时就是在上 你说是一位一之前是吧 对对 一位一之前 一位一之前的话 就是 我和这个有点类似 但是呢 但是呢就是 写作听力 我记得应该当时是 阅读是加进去了 哦 阅读 对对 隔一天会就是做一下 然后 听力的话呢 我没有听写 我从来都没听写 没听写 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因为当时就是我也听过听写的方法 嗯 可是我一直都找不到就是这么做的理由 然后我也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 我也觉得是这一特好 然后就是因为 因为其实是需要老师跟你说 听写他能帮助你做到什么什么 什么点 然后所以在 也是在上课后来和飞飞上课了 以后然后飞飞也告诉我 听力如果你刚开始 不想做题不想那么快的开始 刷题的话你可以先开始 那个就是听写 做题每天都要 一直到你考试前 当然 就是我到考试前也并不是每天都听 大约隔天一听吧 但是就是可能听的时间 因为你越听了越来越习惯 你每一次记下来的速度 和变数就会变少 所以你可能 刷在听写上的时间就会越来 你比方你刚才是一个小时 你可能到后来就半个小时 就可以达到一样的量的听写 所以这个是 就是后来我的时间也速度晚了 所以这个计划还是挺有用的 然后我们来看下面一个 你的前面一阶段的复习 你们第一节课讲了是 应该大概第一周 你们就讲了写作 写作的技能一结构 然后讲了段落 然后讲了逻辑 然后基本上你是讲了六节课 你就讲到写作的小作文了 所以你大作文基本上 你会看五节课 我帮你们回忆一下 你大作文基本上两个星期就讲完了 就是两个星期 看视频的学生 是因为我们这个 他已经考 距离他考过已经好久了 两个月的随度忘了 是这么考过的 然后我记得 Mina你好像也没有写很多很多的逻辑 对吧 你又写了几个逻辑 我写了 我一共写了六七个吧 六七 六七个那个样子 然后那个 我记得菲菲当时跟我说过一次 就是说说我其实在 那个Skill 1 就是写作的Skill 1和Skill 2的时候 就技能一和技能二的时候 其实我花费的时间 是要比别人长一些 我记得菲菲当时 好像跟我这么说过 但是好像技能三的时候 就会一下子少很多 为什么会这样 可能 但是我现在回忆 我不知道我具体到底 比别人是多多少 但是我自己从自己的 就是考试和备考经历来看 我觉得技能一和技能二 非常非常重要 尤其是对 后期的那个技能三 其实我觉得吧 技能一和技能二 就是一个你能考七分的基础 就是你如果没有技能二 你根本就不要想七分 就写作了 就是你明显在这两个上面 多花一些时间 夯实地把这一块 然后我觉得这一块特别特别重要 然后那个具体到技能三的时候 其实那个我记得菲菲在就是跟我过技能三的时候 其实挺快的 我们大部分的时间是放在我一些有问题的技能 就是我自己心里的技能上面 所以其实在技能这块 我觉得是一个它更加因人而异 就是因为你自己有你自己的国际 当然就是我觉得令你给大家准备的东西已经非常非常完善了 大部分的同学根据一为一的那个你准备出来的东西 不需要看上所有的 真的不需要别的 别看别的 对 只是可能对于 但是菲菲跟我讲的一点 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不要伺机硬背 就是你去看这些逻辑卡片 然后你看完逻辑卡片 你是有印象的 但是你在写逻辑的时候 你不要就是说说伺机硬背这些东西 你要想什么怎么回事来着 就是为什么是这样 你要从一个正常的就是说说人的这个思维逻辑处罚往下推演 对对对 就是正常的思维逻辑处罚 这说得特好 对对对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考题就是在你技能一技能二不是那么夯实的那个情况下 然后你精三又死尽被就非常非常僵硬写出来的东西可能会 你是怎么找到 你是怎么找到你写逻辑这些题的呀 我先看你们写这个逻辑作业 逻辑的题基本上都是你提供的题库 就是 然后你是怎么挑出来你16个题的 你就写了16个题的逻辑 当时我记得你有一个就是分类 对你的所有分类我都尽量每个分类cover一个 哦就是你文化的太聪明了你这个 你就是你文化类找一个健康类找一个科技类找一个 对对对 哦怪不得你复习的款简直太聪慰了 所以你这些题就是你根据哦 你看他写了subject to three 哦 还有就是根据你说的就是因为有的题是那个 我现在就是有点那个记不清了 但是就是但是咱们当时不是还有那个 比方说A rather than B 然后对有比较类的 对对对对对 就是我在找这些 就是内容的同时我也cover了结构 我懂了 就是我每个记得 哦 哎我们可以把第一呢选出来的题 当成那个大家一起做的题 做测试的题放在课程里 可以可以可以 我们刚好把它作业这个题 我们可以把这个题写一个链接放在里边 就把题给大家放在里边 然后大家就可以把这些题全部都刷一下了 或者说放在这个视频的下面 就可以看他写这几个题 没有写特别特别多 但是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有时间的话 应该都在脑海里边简单的过一下你的几复 哦你知道我想起 飞飞你记得我之前那个学生勒了 他也是就写了十多个题 他也是这么写的 还有把所有题都看一遍 然后然后我跟他说 我说你就把所有题看一遍 找你自己不会的题就行了 他跟我说 但是我其他题我连想这么一想 我就把我自己觉得难的都画下来了 然后那个学生就特别特别简单 我说把难的都画下来嘛 就画了大概二十个题也就是这样 大部分学生十五到二十个 哦你就把那个题每一个题都写逻辑了 每一类你都挑了一个题写了逻辑 然后你就看了前边那个观点 有的观点是比较累的 有的观点可能是比如说替代啊消失类的 所以你是match到技能一那边了 哦 对对 我们刚好要更新这个题 我们就可以把你这个题给更新在课里 对对 因为你学技能三的时候 你技能一已经学完了 你已经有能力知道 就是这些结构都是什么了 嗯 而且你已经就是应该在 呃过那个技能一的时候都过了一遍 这些结构了 就是用那些题都过了 所以你在评论的时候已经是知道 对吧 你都呃 连起了那个结构和那个是什么 嗯 技能一二都过过一次了 对对对 哦 所以你觉得你有了中文逻辑之后 你翻译成英文有问题吗 你英文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你们技能我就讲 后面就讲一节课 没有 就我们没有讲技能后面的那个什么 呃语法和词汇那些 嗯 我们没有讲 哦 因为它基础很好是吗 所以你们就带过了这个 对 因为它本身 它自己就考到六分了嘛 嗯 然后后面你们讲的小作文 小作文你觉得学完小作文之后的话 有新的认识吗 对小作文 你念我再补充一点哈 对 就虽然我当时就是咱们五和六就是 对没有就是特别仔细的过 我我确实觉得对于我这个例子来讲的话 嗯 可能没有特别大 但是就是我们在后期的就是呃模拟范文的那个就是写的一篇文章找老师批改的时候 嗯 其实也发现了一个我的语法的问题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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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们也想起来了 对 这些语法就是在我们其实可能学习当中无数遇到的 但是他就会了 对我想起来了 你们这有写这个homework 对 有模拟题 我看这好像是有模拟题 啊 所以你还是让他做了模拟的练习了 所以你们还是讲语法 翻译成英文 对我们看了翻译成英文的那个 嗯 然后所以其实语法还是很重要的 然后我们看小作文呢 你觉得你学到什么有关于小作文的了 嗯 小作文来讲我觉得基本上好像我们一节课就cover了 嗯 比较快 然后就是呃其实主要就是一个tone 就是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 对太肯定是什么的 要being consistent 嗯 嗯 然后我们看下面 你说 尤其是那个非常formal的 和非常不formal的 informal的 就是这个semiformal的 还比较模糊一点 还好一点点 但是如果这个tone是formal 或者是informal 那就一定要就是说说 be inconsistent 我找到你们练这个作文了 这是不是你们练的呀 对这个是那个 Michelle当时推荐那个考官 给的是6.5 然后你们讲的这个 我两次都是6.5 这个就是 这个其实就 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点 考试心态 所以说其实 我刚才还想就说一点 就是因为 你肯定会问到 就什么对考试 就是我觉得这个 就是考试的心态 特别特别重要 虽然说我现在 你到期了 我能这样回来 就回顾我能不说了 但是 其实如果要是说说 你比方说 我这两天都是6.5的平方 然后我出来以后 也是6.5 但是就是 如果大家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千万不要怀疑自己 和怀疑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是完全的 就是一定要坚持 就是不要觉得 我是不是又哪里 就是这个方法 我学的不对啦 或者是这个方法 有问题啦 就不要在这个方面 耽误任何时间 就是这个方法 是常常有问题的 这个就是 我觉得是一个 考试心态的问题 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 如果要是 说就是 我现在回顾 我之前的练习的过程 和这个 备考的经历的话 就是我觉得 心态真的是要贯穿 始终一个 很重要的点 你考了 你判那两次 都6.5之后 你们怎么调整心态的呀 我也崩溃呀 我也很崩溃呀 都学完了 我们就 我们就看 他为什么给了6.5 后来我们就总结出来 他为什么给了6.5 你还记得吗 明娜 就是其实也是 我当时有两个 比较minor的语法问题 但是他会让 就是他会让考官 读这个文章的时候 非常confused 一个很重要 我可以举个例子 我到现在非常非常印象很深刻 就是我总愿意用 that或者是it 只带我前面 很前面很前面 说到的一个事情 但是并不是上语句说 对对 并不是我上语句提到的一个 就是接着来 所以考官就会 他给到一个很明确的comment 就是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就是你在指代什么 你的这个 就是他其实再严重一点 就是你的逻辑不清晰 嗯 我懂了 就是你的语法问题 导致了你的task response 和cohension 都有问题 就是我们之前说那个 就是为什么实际上 如果你想挑重点的话 语法是比词汇还要重要的 因为它会影响你三个分数项的分数 是的 其实我也是根据这个考试 然后同时根据菲菲给我的意见 就是说说这个考试对于词汇的要求 真的很低很低 嗯 我我也觉得很低 我觉得就是说说你与其说去追求那个词汇 不如去追求一点比较好的用词 嗯 就是这个词它可以很简单 然后但是它非常就是准确 这个说法很逆道 对 就是这种感觉 嗯 这个很好 我们继续聊你第二阶段的复习 然后你的写作达到分数之后的话 然后你们现在这个时候你不就是开始去准备 呃听力和口语 但你准备听力和口语 就是你最后两周 基本上就是你最后 11月12号到12月19就最后一个月了吧 然后 对 因为在复习口语和听力后面阶段的时候 写作是怎么保持的呀 现在好多学生复习那两门 写作就掉下来了 我记得我一直在写逻辑 就是呃 然后和复习逻辑 其实主要是以复习逻辑为主了 嗯 就是我会 我会看之前的就是我写过的逻辑 并且就是尤其是你要看你到底 呃 呃 就是你你错误在哪 或者是 呃 比如说飞飞怎么去给我改的 她可能改的并不是一个就是大改 但是她改了 改动的很小 但是这个改动确实是做以前的要好很多 嗯 然后要熟练那个就是改后的这个呃 方式了啊 因为毕竟就是我们已经写了这么多年的英语了 所以就是肯定会有很多那种习惯性的就是并且不是恰当的用法 嗯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呃 就是我也而且我也反复看了很多遍那个老师给我改的那个范围 嗯 嗯 嗯 我觉得好像后两周的写作主要就是以看和复习为主 就不要再加新的东西了 太好了 太好了 所以这个特别重要 我们都是这么复习的 就是不用再看新的都是刷题 看自己逻辑是怎么错了就复习自己的逻辑就可以了 然后你可能一周写一个模拟考就足够了 不需要做太多的 对对对对 嗯 对 然后再加上就是我记得小作文我也是看了能有两三遍你的范围 嗯 就是几个嗯 你你把就是semi formal formal formal和informal的范围都给大家了 嗯 我应该是来回看能有两三遍这样 哦 所以你自己都写太多小作文吗 我一共好像就写两篇 三篇 每每个每个一课 菲菲的学生都特别像她 就是写的特少 你发现了吗 菲菲你的学生都特别像你的复习过程 哦对 写的都特少 对 她自己那时候也就是写了这个量吧 写了不到十篇可能是也基本 没有对对就就对 就是很慢 我其实后来发现我小作文的问题是 我没有注意缩不缩写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卡在一个很小很小的问题上 那tone就给你判错了 嗯 嗯 所以是这样 然后你们后期就复习听力和口语了 那我们就说说口语吧 就是口语 所以你说你就复习了一个星期是吗 对 对 其实口语吧 我没有特别高的就是心理 我没有特别大的心理负担 对 你已经到气氛了 对 就是我觉得就是7.5我也可以接受 而且说句实话 我第一次考的时候我觉得我状态很差 嗯 我讲第二 我在第一次orientation的时候跟那个飞飞也说过 嗯 说我怎么可能就是part 2讲的那么差 她还给我7.5 然后那个飞飞当时就说说可能是因为你part 1讲的还是比较好的 嗯 然后就是首先吧 因为part 1确实是很生活的东西 嗯 就是完全是属于一个你日常的对话形式 而且也不要求你对于嗯 某一个话题做深入的讨论和思考 嗯 所以只是一个非常casual的这样子的一个conversation 嗯 这个东西可能对于我是在国外生活了很多年的同学们来讲 比较有优势吧 嗯 然后但是我觉得part 2在准备的过程当中 尤其是就是咱们这个嗯 按照亚斯林的你的准备方式是非常非常好 我一高校嗯 又就是一分嗯 你编了那个万能故事什么 对对 我我们俩就是飞飞和我在准备这个万能故事的同时呢 就是我们应该我还自己准备了9个小topic 然后就是其他9个topic 比如说会cover嗯 什么书啊 电影啊 嗯 然后这种比较special的 就是你肯定你拿到这种题 你无法用你的万能故事套的那样子的 就是单独的那 对确实是有几个我们需要单独准备 所以你把那些都准备了 我之前看你们这个课件的时候我也发现了 你就是准备了一个万能故事 然后准备了一些小的 哦 对对 而且基本上就是我在最后 其实说句实话我在最后一个星期练口语的时候 嗯 练了part 2 part 1好像用一天过了一下 用一天过了一下 嗯 然后part 2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 首先我觉得还有一点特别好 就是大家一定就是这种很simple 但是非常非常important 就是你要准备自己的故事 就是CV也跟我强调很多遍 对 CV也跟我强调很多遍 就是如果这个事情不是你自己的事情 你在 你在 真的 真实的 你在 对你在 哪怕有一点点你在考试的这个高压环境在想 那它就很难很难变得真实和自然 嗯 然后更不要提什么流利了 嗯 然后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嗯 那个 你们的方法在准备part 2这个是非常好的 就是我觉得在口语上面 不需要任何其他方法 你们的就完全ok了 嗯 因为这就是最快最简单 我们也是不准备的 对对对对 啊 然后我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你在准备办能故事了以后 因为你在过这些题的时候就不断的在说 嗯 然后你不断的说 然后你就甭管它是什么topic 只要你用了这个万能故事 或者是万能故事的一part 嗯 它就一直在你脑海当中重复和强化 然后并且你还在就是重复的说它 嗯 所以我觉得它就是在考试的过程当中就是给你无比的自信 对对对 我现在带一个学生也这么说 他说的都不怕考试了 对没有就是嗯 嗯 没有没有什么其他更好的方法 就是这个真是最高效的了已经 嗯 一个故事可以用在好多题 所以考试的时候就会变得更自信了 嗯 对嗯 因为其实考试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就是 嗯 pass rate咱们就先不说了 因为其实有可能我这个8.5分很高 就是挺高的原因 还有就是我part 3答得非常好 嗯 就是我们当时就就很不容易再聊一会那种感觉 嗯 对 然后但是part 2就是已经是我准备的万能故事 而且就是我在第二就第一次考试的时候 嗯 嗯 然后说了一些嗯嗯哈哈的东西 哦 然后我自己都觉得 嗯 我说的什么呀这是 结果时间就过去了 啊 然后就是所以就是当时考完那个就是口语还挺沮丧的 嗯 还觉得就是这怎么 其实后来想一想 再拿到一个完全不熟悉的题目 你再去想这个东西要怎么去描述 然后同时你还要就是马上的去说出来 嗯 即便对于我们平常对话当中不太需要这个translation的这个过程 脑子这个过程也是比较难的 因为你要在想你要说什么 嗯 所以所以所以其实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一个 嗯 比较就是重复性的这样子的一个准备过程 二铺很难拿高分 嗯 对然后那天就跟你讲一个特兜例子 就是Ulysses问我一个事 我说我先给学生上口语 我又讲我讲我那个template story 他说你都让学生套着一个story 你用过吗 这行不行啊 我说你不知道吗 考试就考一个story 然后他说 就是大家不需要去担心说都是一个story 因为这个story是根据你自己的真实情况变的 每个人都不一样 就考一个story 所以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 但有一个 反正是 对 反正是比较好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有一点是怕万能的时候 你不是有四个万能原因吗 然后 然后我也看你有再去准备那个万能原因 然后有一个问题 有些 上次我拋完那个 上一个YouTube的时候 我们讲四个万能原因怎么想出来 然后有些人问说说 那如果你part one就是用这四个万能原因 你在实际回答的时候 要是有重复怎么办 你会有这种情况吗 就是比如说 因为我们只准备四个万能原因 那在实际考试的时候 实际考试的时候 脑子边就是这四个万能原因 想办法给它用到它 但是会有一些提示 用不到 是的 但是你不可能就是 你这个用了这个万能原因 你下一个换个万能原因 你不可能四个万能原因全考到 对 我那天 Ulysses也问我这个问题 我说我告诉你 总共就考四五个topic 你这个用这个原因 另外一个用另外一个原因 然后其他的简单的题 你是不是就简单回答的 就是一两句话 再过就OK了 就不用太 就是不需要就是 每一个题都同样的对待 就是你考试的时候 你这四个万能原因 碰上了你就使劲说 碰不上你就少说点就行了 对 对对对 我觉得是完全够用的 嗯 我 我想起来了 为什么其实当时part one 准备时间也很短 过的时间也很短 嗯 也是因为这个方法 嗯 因为其实就是 呃 他他会大大缩短你的范围 就是缩小你的范围 嗯 然后你很多东西都可以用 呃 类似的方式去回答的时候 你就 嗯 嗯 我知道怎么答了 对对对 就很快可以接上 因为就四个嘛 很快他问你什么 你都想办法用那个 然后 对对对 嗯 那我们看一下 你你part three 你觉得为什么答得好啊 嗯 part three 首先呢 呃他问的一些问题 呃这个这个 首先我不得不承认哈 嗯 嗯 嗯 我们工作的同学和已经 就还在学习的同学 比确实在这方面要有些 对我们发现这个问题了 真的发现这个问题了 嗯 你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呢 你肯定会对生活有更多的积累 和对一些问题有更多的看法 呃 甚至你碰到的问题也更多 嗯 所以相对比较这位同学 仍然是备考学习的同学而言的话 嗯 他对很多问题是有的可讲的 嗯 因为他有想 对对 但是呢 嗯 就是 但是但是我觉得吧 呃 大家也不用过多的去 你比方说纠结于这个事情 因为你想什么你就说什么就好 嗯 嗯 因为像就是说你比方说我们这一类的 他肯定大部分都是工作的 嗯 然后像就是考A类的同学 大部分都是被考学习 准备那个学习的 对 嗯 然后对于A类的同学 他肯定考的东西或问的方向 也会朝着这个 这个方向多偏一点 嗯 像这一类的就是我在两次的 第三部分的问题当中 都更多的生活 涉及到生活类的 嗯 嗯 对媒体的看法呀 对就是 嗯 好像还有一个对家庭 家人的一些看法 嗯 嗯 然后只有第一次 在Part3里边 问到了一个小点是 就是我当时的留学生活 嗯 然后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他在 呃 就是这一类 我觉得这一类 可能在Part3有一些 就天然的可能小优势就是在这里 嗯 嗯 菲菲你觉得7.5 就是7到7.5到8和8.5 这个党的学生最大差的在哪啊 因为现在我们 嗯 Mina我们在澳大利亚 还有学生是考A类8778的 然后他们是特紧张 你知道吗 然后他们的成绩 就是刚好口语是7到7.5 然后我们就跟他们说 我们说我们最近口语考8的学生 都是口语不需要考8的 然后然后他们就是口语是必须需要考8 然后他当他必须需要考8的时候吧 他就特紧张你知道吗 他就想我一定要拿到这个东西 然后他就会变得特别紧张 如果让你给他们一个建议 你觉得最好的建议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 不好意思 M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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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个人 我觉得是差点PART 2 就是PART 2 你只要有这个信心 你建立好了你的发展故事的信心 然后同时 但因为你要宝吧嘛 对 所以你就必须把其它的那些story都准备好 其他的记者套不了 对对对对那种比较special一些的 就是你无法完全完全无法 英文人故事套取的那些 special topic 也要全部cover到 那么就是你在考试之前 你就会很有自信 就是我都cover了 我都ok了 所以就是你在考试的时候 心态也就会更好 所有的 我那时候从七到八也是这样 把part two所有题都过了一遍 菲菲你觉得呢 差了一点 我觉得刚才Mina有一点说的特别对 就是因为你准备过 然后你有信心 就是你说的就像你正常人说话一样 就七到七点五 它应该是明显的感觉 你可能说话就跟他平时生活当中的 人说的不一样 对 就是会有一些七点七点 Mina你自己觉得你以前七点五 是因为有不熟的topic 让你不会说吗 是七点五 我当时part two就是完全垮掉 我个人觉得我就垮掉 我只是靠part three和part one撑住了 可能就是你那个topic不熟 所以导致你流利度那边会讲分了 用了一些词 可能不是你平时生活里边用的 就是因为完全是 其实我在都有一分钟的准备时间嘛 对吧 然后在part two的时候 我在准备的时候写了两三个点 但是我在说的时候 就是感觉我完全不知道我要说什么 懂了 但是这一次说part two的时候 就是我也记了两三个点三四个点 但是我完全知道我要说什么 我会就是偶尔瞅一下我的 就看一下我的那个笔记 就是我要说我万能故事的哪一块 嗯 太好了这个 然后我们可以讲最后一周你的 所以你最后一周的时候 就是模拟考口语 然后复习写作 做听力的模拟考 基本每天就是这样 对 对对对 然后飞飞你可以分享一下 你自己觉得她复习过程里面 最大的一个 帮助她这么快提高的原因是什么 嗯 我觉得是心态 就Mina她心态调整的就是很好 然后她也知道就是如果中间出问题的话 怎么去应对这个问题 其实就是有问题快速的去reflection 这个问题是什么 解决掉了就继续就可以了 有问题reflect 有问题 然后你可以说一下 为什么你把它跟那个另外一个选手放一个组了 嗯 因为他俩都那个听力有问题 嗯 然后 但其实本质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Mina你记不记得你一开始觉得听力你就很担心 嗯 对 嗯 对 其实听力开始的时候因为就意志不太稳定嘛 然后总感觉就是 嗯 就是这个这个 虽然说这个平均分 你做做齐的平均分 能达到八 可是你的波动性太大 嗯 就是我有一个自己记录的 嗯 然后那个就是 就是一个year 就是我每一次的分数 嗯 和我都错拿到体力 嗯 然后这样我就知道我错在哪一part嘛 嗯 然后所以说我觉得 嗯 就是在看我的平均分和看我的波动性的时候 我从方差算了一下我的波动性啊 然后我就感觉我的波动性实在是太大了 考过的学生都特别逗 都有点跟其他学生不一样的点 对 波动性很大 所以这就是特别会reflect 会分析 对对 但是 但是就是 其实就是 但是我确实是像菲菲说的 我会有问题 我很快就会跟菲菲反馈 啊 很 我们会讨论 很快的讨论 就是说说我这样子的提老托怎么办 怎么解决什么方法 嗯 对 对 然后你们放 菲菲为什么只是她 就是如果其他学生就是听力有问题 他们就没分组 为什么他们俩就放在一个组了 你刚才为什么给他们俩放一个组 放很像 特别像 我就放在一组了 讨论 情况很像 所以放在了一个组 是因为他们就是听力都特别紧张吗 嗯 就他们俩其实都没有问题 就是他们俩包括背景都很像 然后 就相当于是找一个就是 同伴那个感觉 感觉自己不是就自己有这个问题 对 就他们俩背景又很像 问题又很像 两个人的背景 所以他们两个实际上都是full time的 full time工作的 对 full time在家工作 因为夜情愿意 工作 哦 这样 所以就是基础和问题都很像 对 他们俩复习完之后 真的他们俩听力都提高了 对吧 方达也提高了 嗯 好 然后嗯 所以这是你们的 我还想问你一个 哦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移民的问题 刚好我们之前不是分享之前聊了一个了吗 然后最近也刚好有人问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就聊最后一个问题啊 就是关于意义移民的这件事 就是有学生会问我这样一个问题 你说你觉得现在有没有必要就是放弃在国内的一切 去加拿大移民或者说去其他国家移民 就是可能是在国内大家都是有比较好的工作了 就是你觉得还有没有必要去其他国家移民 但你的分儿可能还是差一点 不是说像他们一样考了就475就直接移了这种了 那你为什么还考亚瑟 嗯 一个是吧 首先其实我还是想在工作的过程当上 因为我疫情一年都没有回去嘛 都没有回美国 我觉得嗯 在就是说你30家仍然能保持一个学习的心态 嗯 和这个学习关注学习一样东西的这个能力 嗯 和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 嗯 这个其实不关乎的原因 就甭管你干点啥你学点啥 我觉得你要能保持一个 呃 学习的状态是很重要的 嗯 因为我毕竟就是 就是说工作的时候 其实现在在国内嘛 嗯 隔离期间 我虽然邮件呀等等 都用英文 好多都用英文 但是口语使用频率很低 嗯 所以也是逼着自己在 呃 说一说 用一用学一学这样的状态 嗯 再一个呢 其实我觉得 嗯 就是 准备加拿大这个移民这件事呢 就是 嗯 我可能在心态上和其他的小伙伴没有完全一样 嗯 当然其实 为了都希望做成 嗯 但是我也没有说就是说这件事 非做成不可 就是所以 哦 我也没有 啊 所以说必须 哎我就要做到这件事 但是我希望就是把我自己能努力的点都努力到 嗯 就是我不希望就是说我做这件事情 呃 我吊儿郎当的准备 对 我这个很好 我如果 对 我如果准备这件事情 我要自己很认真 我态度要认真 嗯 嗯 那其他我能不能做到 就是因为我毕竟年龄有减分嘛 嗯 所以其他点我能不能做到 能不能达到一个理想的 这个最终的那个被捞的成绩的话 那再另出 对 我也是这样 你知道现在移民这事是因为太不确定了 他捞了两万七全都是本地的 然后你也不知道他下次什么时候捞 也不知道他捞不捞FSW 就一切都是没有定数 包括我自己那个时候 我是因为第一次叫完了 就是我邀请都有了 我第一次叫完了 Deline过了 然后我决定考不考的时候 我刚好那个时候Ulysses回美国 我就想找个机会去跟他回美国 然后我就去美国考了亚思 我一部分是一半原因是因为他一半原因是因为 菲菲跟我说那地好考 然后我就去考了 考完以后实际上我还能再考一次 我没考 我能考一次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 我这件事对于我来说 跟你实际上是一样 我觉得我已经尽到我最大努力了 然后同时 那他不可能跟我去移民加拿大的 他是一个不可能 他怎么也不可能跟我去移民加拿大 因为太冷了 然后我们那时候又刚好又觉得都冷了 但是当这个机会在你眼前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就是我自己会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机会成本 就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你就去考一下 考过了就是多一道门 包括我现在我还在池子里 就是我400 去年是年龄涨了一分 我465分了 可能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抽到我了 463 465 我想运气好 抽就抽 那抽了我也去不了 但是是一个机会在这边 就会觉得说 像一个就像你说的是一样 说既然做好这件事 就把这件事给做到 好多人问我说说 你为什么既然收到邀请了 然后又没有在进一步follow up 没有想拿这个绿块 好多学生都跟我说 我觉得你特别特别可欺啊什么的 我说其实这件事 看你自己吧 你自己觉得你自己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了 这件事就算成功了 对吗 就没有必要说 老惦记着这事 就是不要 我个人现在就是从各个国家的生活来看 因为我之前在英国 然后后来到美国 就是我觉得在每一个国家生活 都有它的优势和劣势 也有各自国家的机会 不要很纠结于我到底在哪里 我觉得不管在哪里 就是说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和学习的态度 都会让你有更多的机会 我也觉得是 太好了 飞飞你自己觉得呢 你自己觉得移民前后你变化大吗 从美国到加拿大 没有 嗯 没有 我觉得当这个事情已经完成了之后 你就会觉得 好像也没有什么就是变化 就你刚你本来就是是什么样 你还是个什么情况 你只不是换了个地方而已 就没有太大病 对生活还是寒冷的地方 你是暖和一点了吗 你是不是暖和一点了 我暖和一点了 是因为我原来那个地方太冷了 原来那个地方太冷 暖和一点了 但也没有什么质的变化 没有 现在其实 我反而觉得更差了变的 是吗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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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呢 就加拿大 我感觉是一个 就有点慢的国家 就是你 你从一个快的国家来 你就觉得 哎呀 怎么那么慢 哦 我懂了 你就会觉得不是特别以费胜 因为美国什么都快 什么东西都开得早 结束的晚 对 这个有可能会像我 当时从那个伦敦搬到 那个佛州的时候 那个感觉 就是从一个大都市 搬到村里那种感觉 有 有 对 对 有 所以如果是在国内的学生的话 如果你们建议 就是说 他现在在想 他现在在犹豫 在去考不考雅思 移不移民 交不交申请这样的学生 有一部分现在开始犹豫了 知道吗 就是因为抽了特别特别多了 然后他们就会想说 考不考雅思 就是递不递邀请 你们的建议是什么 我觉得该考考 对 就是如果要是 非常常识的话 你就该考考 该准备准备 不要让这些政策呀 或者是变动啊 影响自己的想法 然后再就是 我觉得 关于在移不移民 在哪个地方生活 这件事情 最终还是取决于 个人 就是个体 我觉得 如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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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同这个国家的价值 然后你喜欢这个国家 你觉得 我在国外生活 会更开心 那么你就去做 不要觉得 还是 要不要为了下一代 然后 要不要 没有太大关系 对 对 不要想这些 太多了 我觉得这个价值宽特好 我现在 我们刚才还在聊 他刚才还跟我聊 说 说那个 要不我们就搬回美国吧 我说你看 这个欧洲还是很好的 我们隔几天 就在聊 就是上欧洲 上美国的事 他就特想搬夏威夷 我就特想搬欧洲 然后 然后就是 做不了决定 就是 做不了 决定 我说 我说 要不然咱们这样 跟夏威夷住半年 然后你再陪我上欧洲 住半年 看看 觉得哪好 就那个试一下 两个卡都拿上 我说 你可以试一下 是吧 那你就知道 叫你说 你就知道你的价值观 是和哪一个社会 可能更像一点 夏威夷 他离美国 那么 离大陆那么远 我说 那你试个 至少三个月 然后这样 可以就会知道 价值观 是不是一样 这样 然后我们最后 给大家就留一个问题 就是YouTube留言的问题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分享 和你自己的情况 对比的话 你觉得自己的 哪个步骤 是需要提高的 然后我们刚才提高的 提到所有的方法 包括七天免费课程的 所有的链接 都在这个YouTube视频下面 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今天谢谢Mina和飞飞 飞飞那边已经凌晨三点了 跟我们一起做这个分享 赶快去睡觉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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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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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meeting 拜拜